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每一年都会让这些新生人 也就是所谓的被害人 他们能够写下愿望 那这个愿望呢 我们能够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也能够给他事实的一些物质上的一个支持 跟精神上的一个补助 其实在这样的许客里面 我们是觉得这是一个感动 而且是一个感恩的许客 感动的是我们的新生人 他有他的梦 在这样一个时刻里面 可能得到了实现 这是让人家觉得非常感动的 因为有我们社会的贤打 这样的付出 这样的把爱给散播出去 所以让我们的新生人 有些希望都能够得到实现 这是让人家感到非常感谢 而且是非常温馨的一个时刻 我当中 环罪比海人保贴的车都在94年 因为车后造成中途中的 罗建宏来到现场 罗建宏的爸爸妈妈表示 车后发生这间 做事这么长男的关心过 应该要以为背上一户都没拿到 因为做事这么知道背上 就马上进行到突然的动作 所以罗建宏的现宅 扣到密打来为生 最后从一个非常年轻有为 英俊的少年就在这一场车祸里面 他变成了一个重残者 那一直到现在这89年来 家庭不断的在支出 那么他们的经济来源 就靠着的是什么 一个面汤而已 一口两口三口 财用这个银子 在会十分另外这边 放了一张希望的手 明天再度新春日漫漫的新闻 下回表现 有些新新的玩望 已经都在今天起来完生 但是其他参租是 罗建成记录的医疗设备 也要更继续输入专业医疗 整理来完生 现在在明天彩虹报道 谢谢观看